机箱设计千奇百怪 青菜萝卜各有所爱 有的人喜欢白色的机箱 因为他性格太张扬了 还喜欢RGB的灯效 风骚中带着一丝忧郁 有的人呢喜欢黑色的机箱 因为他为人低调 还有内敛的气质 沉稳中还带着一丝幽默 有的人存了太多的学习资料 他对机箱的唯一要求就是要大 能够放下足够多的硬盘 有的人呢对机箱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便宜 大家好我是老杨 双十一马上就要到了 在这个和奸商斗智斗勇的日子 我想聊一聊如何选择电脑机箱 在推荐电脑机箱之前 我想先聊一聊我选择电脑机箱的五大基本原则 那么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经验 作为你以后选择电脑机箱的一个参考 请杠精不要对号入座 第一个5%原则 就是你机箱的价格应该占到整个装机预算的5%左右 就对了 打个比方你要花5000块钱装机 那么你机箱的价格就大概在250块钱左右 如果你要花1万呢 来我们做个算数 1万乘以5%等于500 对了500块钱就是你应该购买机箱的价格 这个价格完全配得上你1万块钱的装机预算了 我所说的都是我的个人经验 对于土豪和协和党来说请无视 第二个未来不确定原则 就是说在未来你的机箱扩展性到底好不好 打个比方 比如说你新装了一台电脑 信心满满的要求自己要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结果才不到一个星期你的学习资料就满了 这可怎么办呀 好不容易找到的学习资料能这么轻易就删掉吗 不行 所以我们加块硬盘吧 结果打开机箱一看没有硬盘位 这可怎么办呀 这不影响学习吗 所以说呀 硬盘位够不够多 支持的显卡够不够长 支持的散热够不够高 甚至前面版有没有Type-C 都是决定一款机箱是不是扩展性好的重要因素 第三个 类似装机员原则 其实一个机箱如果不好 用电脑的人感觉并不深 只有装电脑的人才明白装机时候那个手指的酸处 和理线时候的纠结与无奈 所以如果你是自己装机的话 一定要注意机箱的布局 是不是好理线 是不是好下手 非常重要 这直接决定了你装机时能够获得多大的快感 如果你是请别人帮你装 那就请无视这条原则 类似装机员 第四个 白色就是贵原则 这个很好理解 同型号的机箱 白色要比黑色的贵 所以少年想要骚气 是要用money来买的 想省点钱 就选黑色的机箱吧 第五个 配件齐不齐原则 这个其实是买机箱很容易掉进的陷阱 打个比方 很多机箱明明有两个固态硬盘位 却偏偏只给你一个固态硬盘价 想买配件 对不起 只支持原厂 上网看一下原厂配件的价格 所以你选择机箱的时候 尽量买配件比较全的那个 那么根据以上五个基本原则 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两个档位的机箱 分别是200到300元档 400到600元档 对应的预算是5000和1万 事先声明 双11的价格变幻莫测 商家套路很多 现在这个时间点的价格 只是个参考 我的推荐只是我的个人喜好 其他的机箱并不代表不好 请勿对号入座 那么首先推荐的机箱是200到300档位的 这个价位的机箱前置面板Type-C就别想了 肯定没有 钢板厚度能到0.6毫米就行 我对他们的要求就是空间布局合理 结实耐用 质量对得起价格 这个档位的机箱我一共推荐四款 鲜马黑洞标准版 标配三个风扇 两个3.5寸机械硬盘 三个2.5寸固态硬盘 散热线高175毫米 显卡现长415毫米 最高支持ATX版型 特点是全覆盖竖纸吸音棉 号称主动吸音 但是没有测透 比较复古 但这并不算缺点 有的人就喜欢这样的 追风者416PTG 标配一个风扇 最高支持8个3.5寸机械硬盘 两个2.5寸固态硬盘 但标配两个3.5寸机械硬盘盒 一个2.5寸固态硬盘架 散热器限高165毫米 显卡现长395毫米 特点是扩展性极好 支持扩展到8个3.5寸机械硬盘 缺点是前面板进气有点窄 风道并不是太通畅 原厂硬盘架价格死贵 两个固态硬盘位 偏偏却只给一个固态硬盘架 太小气了 长城EY09 不标配风扇 支持两个3.5寸机械硬盘 三个2.5寸固态硬盘 散热器限高170毫米 显卡现长395毫米 最高支持EATX主板 它的特点就是中规中矩 优点不多 缺点也不多 爱国者UGO K1 不赠送风扇 最高支持两个3.5寸机械硬盘 两个2.5寸固态硬盘 散热器限高180毫米 显卡现长400毫米 最高支持EATX主板 特点就是空间很大 布局也很合理 下手安装很舒服 缺点是前面板进气有点窄 但好在背面有开孔 接下来推荐400-600档位的机箱 对于这个档位的机箱 我对它们的要求就比较高了 钢板要厚实 布局要合理 背面设计要巧妙 实理线方便简单 硬盘扩展位要多 前面板开孔设计要十分合理 散热要好 那么我一共推荐两款这个档位的机箱 联力鬼斧黑色版 不送风扇 最高支持3个3.5寸的机械硬盘 4个2.5寸固态硬盘 散热器限高176毫米 显卡现长384毫米 前面板支持Type-C 最高支持EATX主板 这款机器我们曾经做过视频 用到现在十分的满意 几乎没有缺点 双11价格如果在500元左右 可以入手 追风者P500L 标配三个风扇 最高可以支持 10个3.5寸机械硬盘 3个2.5寸固态硬盘 散热器限高190毫米 显卡现长410毫米 前面板有Type-C接口 最高支持EATX主板 特点是硬盘扩展位真的超级多 缺点也是一样 原厂配件比较贵 哎呀 研究这么多天了 双11打算买个啥呀 告诉你 通过这些天的研究 我又有了新的礼物 妈礼物 不买最合适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